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议长对当选人中东姐提这个当选文章的部分 那我自己在苗栗出生长大50年 当律师在苗栗职业20年 我只有用一句台语的念语讲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们直接这样讲 第一个 本件在苗栗地检署 至少没有对这个县党当选人中东姐提过任何的侦探作为 也就是说没有受过任何的刑事侦探或追溯 那这表示什么 这个县党当选人的确跟那样主观 况且这个苗栗地检署在前两次记者会的时候 已经很清楚的也回答记者朋友的这一个问题说 苗栗有没有这一个介入或者是参与 那他也能明确回答 苗栗没有 我想这个前后不一致的行为 那我们觉得是难以想象 我们在近期的期间 就一定先是青年参政的原始书 甚至我在很多次的办部会议 我都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出办部 你们绝对不要去替村长 还有代表买票 因为你去买票 因为两天就会产生误会 我还特别跟大家讲话 至于大吴乡这位陈楚磊 我也跟大家说 我只知道这个人 他其他两个都把我说完全不认识 再来 我想 如果对于人之间的交际关系 这个人我是真的不熟 也没有原性的管道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主委 我刚刚的小闻 傅忠明大会做了更好的解释 在这边还是要给您相信报告 再过几天就要就职了 我一样会同样秉持这个青年执政的信念 不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请各位小民放心 我们对县政的打拼 我非常有信心 在这一场官司 我也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认为几十年前 会产生冤语 会产生邀网的官司是可能的 今年已经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明年就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我相信以科学的方法 各种政绩的显示 包括电话 当然尤其在大陆地区 为什么我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很久就 前对习近郎艺人 在大陆地区活动得很活落 所以我大陆地区的得教育师徒是1.48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 所以不可能在任务地区去做摆掉的行为 我们也不会受益 而且我也禁止 我的所有的工作伙伴 所有进行的团队 禁止去贴入到钱的问题 我再给他的手机 就是 11月23号 大陆地区 我不要请问我所有的大部 所以在群组里面的大部 教练部绝对不要去冲刷任何的金钱 你让大家别人赖 甚至我所有的大部都知道 我很多次的大部门都明定 请他们绝对不要去参与其他人的贤区 这个委任主任委员 就是我 丢手边的这个 大五乡地区 这个门会的游女士长 因为他当时的时候 因为浮潜 这个太阳香 还有自己的工作 他自己的工作有很多 所以很忙 一直到十月之后 他还是很委婉的 就是说 能不能再找其他人 当时在一起喝茶的 就是有这个 我后面委任的这个 陈生阳先生 那个当时的时候 他也季节 因为他自己也是 草莓农 重了一点多公顷 大概五万个的这个草莓 也非常忙碌 他又有一点重听 所以他就说 他如果要 他来出任的时候 他也不见得能够去参与 这个各项的这个工作 那事实上呢 在这个选取的整个运作的过程中 他也没有实际去参与 比方说总部成立 他也没有上台 去讲话 也没有去接受战绩 包含各自的说明会 他也没有去参与 他也没有去上台出讲 然后这个车辆 这个造势 这个活动 他也没有参加我们的阵营 在11月23号前4月 也没有去 也没有上台 去出讲 还有连我们大五乡 有三次的这个干部会议 他也没有去主持 他也不是在这个 他也没有去参与 所以我在想说 过去为什么说 这个是连和选选总部 我大概是很慢才想要出来选 这个乡仔 所以当时知名度也不够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用这个连和选选总部 可以提高我的知名度 这个 大概我也没有跟什么报告 这个房子呢 就是在大五乡 这个 明湖村中正路81号 选举的时候 这个决选总部呢 是我自己去出的 然后 我也没有跟总部报告 后面我就 把这个工作呢 就交给文仙 后面就是去做这个工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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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